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哦 我是可爱的Teresa美女老师哦 你们呢也可以叫我Teresa美女老师哦 好 废话不多说 现在呢就让Teresa老师带领大家进入主要的上课内容 好 那接下来呢在第一个单元里面 Teresa老师呢要介绍自然发音 哦 在第一个单元里面我们要介绍自然发音 咦 奇怪了 什么是自然发音呢 哦 自然发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自然发音我们要学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还有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一套自然发音 对我们学习英文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哇 一连串的问题哦 没关系 这一连串的问题呢 就交给Teresa老师来一一的为大家解答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哦 好 所谓的自然发音呢 英文里头呢 我们称为Phanics Phanics Phanics 中文的解释呢 称为字母拼读法 字母拼读法 老师讲解一下哦 好 所谓呢 字母拼读法 就是说英文呢 里头的26个字母 26个字母 它每一个字母哦 都有一个声音 每一个字母都可以有一个声音 怎么说呢 来 你看 字母本身 字母本身就是字母 就是A B C D 英文的26个字母本身 好 那字母读音 就是每一个字母哦 它会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声音哦 比如说 你看哦 B字母 B字母 大写的B 小写的B字母 它的声音哦 哦 它的声音在这边 它的声音就发出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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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哦 哦 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字母 这个 G字母 G 大写的G 小写的G字母 它的声音 是什么呢 哦 它的声音哦 它的字母的声音哦 就会发出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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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哦 再一次 它会发出 G G G 的声音哦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字母 看这边哦 字母 I 大写的I 小写的I字母 字母哦 它的声音 I字母 发出什么样的怪声音啊 哦 I字母 你看哦 它发出 I 听声音 就可以来拼字了 什么叫做看字读音啊 比如说 如果有一个字 看哦 B I G 看到这个字 Therisa老师刚刚说了 B I G 对不对 B B B 发出什么声音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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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I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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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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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 E B B E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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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你看到这个字 DIG 哇 你就可以读出它的声音了 Bi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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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那么简单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听声音 就可以自己很自然的 你就会拼出它的单字了 所以呢 学完了这一套26个字母 它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声音呢 哇 你学英文呢 就可以轻轻松松 简简 最早的 told 那么 我 我的 这是我的